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上节课我们会讲到的是它的外形 我们说它外形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高耸向上的这样的一个尖的 这样的一个尖耸的形状 我们也提到它的尖耸的形状甚至是在整个的西方文化精神的这样的一种表达 那么今天我们就会走进哥特教堂的内部 我们来看一下在哥特教堂的内部的它的特点又是怎样的 好我们首先呢也通过一张图片 我们看一看 我们说它的内部呢裸露着近是框架式的结构 它的整个窗子占满了支柱间的面积 几乎没有墙面 比方我们看这样的哥特教堂 我们说它的内部的结构 因为我们会看到它的天顶上会形成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些结构线 而这些结构线过去呢有些不太了解的人就会觉得它是一种装饰线 它只是为了好看 但是其实不是 我们如果真正了解这个教堂的这个结构 这个建筑是怎么样被建设起来的 包括这个外形如何得以实施 那么其实呢是因为它使用了一个特殊的结构形式 那么这个结构形式其实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样的一些结构线 我们看上去以为是装饰的线条 其实就是它的结构线 好我们再多欣赏几幅 好这幅我们看到的克隆大教堂 我们说克隆大教堂的内部我们看一下 它的顶上的这个形状 我们看啊这样一些形状的形成就是它的结构的形成 也就是它支撑着这个顶 这个巨大的顶的这个重量能够支撑着牢靠的话 就是靠着这样的一个结构的这样的一个支撑 好然后这个也因为这个结构 也因为这个结构才会导致了哥特外形的这样一个向上的这个形态呢 可以得以实现 好然后我们再看它的除了这些结构线以外 那么这是柱子 好从柱子延伸下来的柱子和柱子之间就是窗户 没有墙壁 这也是哥特教堂的一个很大的特点 好我们再看这幅也是 这个是林肯大教堂 林肯大教堂内部 当然从这里呢如果我们说不仔细说 这是不区别于他们是哪一个教堂 科隆大教堂 巴黎圣母院 林肯大教堂 你会觉得好像内部都很像对不对 其实包括我们刚才前面在看外形的时候 外形有几个教堂也是很像的 好那么这些呢都是因为他们采用了同样的结构 好这个结构呢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看一看 那么这个结构呢实际上呢就是一个 乐架圈尖圈和飞圈的使用 好我们首先看看呢什么是圈 我们说它的圈结构呢是架在柱子上面 我们就来看这张图 好这张内部结构图 这张图上面我们看到 就是刚才我们说那些好像装饰一样的线条 其实就是这些结构线 然后这些结构线呢就形成了一个我们把它叫做乐架圈 这个就叫圈的结构 然后这个圈呢它就承载了这个教堂的这样一个力量的支撑 然后圈和圈之间有谱 我们看到的是谱 所谓叫谱就好像那个鸭子的脚掌 然后那个脚指头伸开以后呢中间的那个连接 我们就形容它是那个像脚掌一样的一个谱 好这个就是谱 然后这个谱其实也承接了这样一个柱子 这个圈和圈之间的那个力量的传递 好那么力量呢通过圈结构 传递到了这个旁边的墙面 好到了墙面呢就延伸这就是柱子 所以说这个力量呢就延伸到这个柱子呢 就继续支撑着这样的一个教堂 可是呢后来在教堂的建设的过程当中就发现 仅仅是这样一个结构的使用不够 为什么 因为这个教堂有时候因为它太大了 然后又是石头的 砌层的 所以说这个教堂还是会垮 力量支撑不够 结果呢就发明了一个叫做飞圈的使用 也就是飞圈 好我们看一下 飞圈是怎么回事 就是这里伸出教堂的墙壁之外的地方 就是这些 这就是飞圈 其实它有点像 那个墙壁的支撑不够的时候 包括柱子也不够 然后我们就有一个手去推它 然后这个手就推它 让它这个力量支撑它 好 但是后来呢 这个肩圈的 这个飞圈的使用呢 它把它做的也很巧妙 做的也很精美 比如我们看这里啊 关于飞圈 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这一张图 然后这一张呢 是巴黎圣母院的 这样的一个外观 好我们从俯视来看啊 这就是飞圈 就是飞到墙壁之外的这一部分 好这是飞圈 好这些飞圈 如果说它很秩序化的 很规则的这样的一个排列 然后这个形态呢 我们从远处 或是从高空俯瞰的时候 它其实也就像 那个花朵盛开的 那个花瓣 绽放开的那种感觉 所以说也很漂亮 也很美观 所以这样呢 这些结构的使用 肩券 飞券 乐架券 然后这些结构的使用 就使得哥特式这样一个 很奇特的这个外形 高耸的 这样的一个状态呢 它是可以得以维持的 好 所以这是它内部的这样一个 结构的体现 好 这里我们继续看啊 这是巴黎圣母院 好看了内部结构 我们再看 然后它的内景 我们就会看到 它的圈结构 非常漂亮啊 而且形成一种 很简洁的 几何化的 一个秩序化的 这样一种美感 好 然后这里我们会看到的是 科隆大教堂 然后我们从它的那个 顶部的最下方 往上拍摄 然后我们看到的是一个 很有秩序的 这样一个几何化的 这样的一个 一个很美的 这样一个精美的图案组成了 好 然后呢 我们会看到旁边呢 就是柱子 旁边是力量 承接到柱子上面 这就是柱子 这里好 我们看一段话 然后这一段话呢 是哥德和雨果 他们都把 哥特教堂内部 向上的动势 比作像树木一样的 这样一种生长 因为它高耸向上 然后就像树木的 那个生长也是的 从下面的根基的庞大 然后到上面往上收 这样的一个状态 好 哥德呢 他在斯特拉斯堡主教堂 看到蓬蓬勃勃的生命力 他就写下了下面这句话 他说 他们腾空而起 像一株崇高壮观 龙音广复的上帝之树 千枝分层 万销涌现 树叶多如海中的沙利 他把上帝 他的主人的光荣 向周围的人们述说 直到细枝末节都经过剪裁 一切都与整体贴切 好 看到这样的文字 看到这样的教堂 然后我们说这样的建筑 将不再被理性的理解 而是要感性的体验 好 那么关于这句话呢 其实我想再多解释一下 其实呢 不光是歌特大教堂 然后包括我们后面 所要讲到的很多的艺术作品 比方说下一堂课 我们会讲到的现代歌特 然后包括后面 我们还会进入讲到的文艺复兴 18、19世纪的欧洲的 其他的油画和雕塑作品 以及一直到印象派 一直到现代 我们所面临的每一幅艺术作品 其实都不需要理性的理解 都需要感性的体验 而且呢 但是呢 我们过去呢 其实以前我和同学 在私下课程里聊到 很多同学呢 他会觉得 他很习惯于的是 这种从理性 或者说去寻找一种美的法则 和规则的角度 去理解艺术作品 其实呢 我在想 我有时候在想 其实呢 是因为 当我们从艺术作品里 我们感受不到感受 我们感受不到美的时候 我们要为这个美 找一个理由 我们说他构图 怎么怎么精美 什么样的三角形构图 然后我们说 哇 他的色彩是怎么样的 这个搭配很好 我们说什么样的互补色 什么对比色 可是呢 其实很多的画家 在过去 在这个时候 包括在文艺复兴时期 没有科学家们去 科学的去理解色彩学 可是画家是发自内心的 自然的就使用了这样的色彩 他自然的就使用了 那个形状 就把那个形状 画到了画面上 所以说他是发自内心的感受 而这样做的 而不是因为 他对于色彩和构图的理解 才那样画 所以这里呢 我想提到的 这个感性的理解 感性的体验 是我们在面对 每一幅艺术作品的时候 我们都要有了一个心态 所以我们不是因为 为美而找理由 而是我们由衷地 用内心去感受这个美 好 所以这个地方呢 我们要稍微地再提及一下 好 下面呢 我们再来继续看一下 前面呢 我们会提到 哥特教堂呢 除了我们说 高耸向上的姿态 然后呢 它的圈结构的使用 导致了这个结构的 这样一个完成 还有我们刚才提到 它没有墙壁 为什么 柱子和柱子之间 就用窗户连接 然后这个窗户 我们已经有意到 它是彩色的 所以我们把它叫做 傻子的圣经 好 为什么要这样说呢 因为当时呢 其实呢 在某一个阶段的时候呢 基督教呢 不那么盛行了 我们说流行了 一千年的东西 在它当中 流行到几百年的时候 人们就会发现 因为太过于 就是一辈子 你一生 你就只能去信仰基督教 你其他所有东西 都不能信 所以实际上对人 是非常压抑的 而且呢 当时呢 大多数人都不识字 因为他不识字 所以说呢 很多人呢 这个信仰基督教的热情呢 就慢慢的在降低 然后当时的一些教皇 包括主教 他们就会想尽办法的 要提升人们 对于宗教信仰的热情 好 在这个状态下呢 就有一个叫做 许杰的长老 也一个叫做许杰的长老 他就发明了一个叫做 彩色玻璃窗的 这样一个制作 然后他把这个镶嵌的制作工艺 就用到了大教堂上面 结果创造出了大教堂一个 非常的绚丽灿烂的 这样的一个效果 因为我们前面看到大教堂 我们说它是白色的石头 累气而成的 是这样子建造而成的 所以说它没有色彩 它除了在上面有一些精美的装饰 那么没有色彩的话 结果呢就用彩色玻璃窗的这个颜色 去点缀它 结果呢形成了一个非常非常漂亮的 这样的一个叫做彩色玻璃窗 好 刚才我们看到那个玫瑰窗 就是从外部我们会看到 比如说巴黎圣母院 从外部的这种玫瑰窗 可是从外部呢我们看上去呢 我们不会看到它的色彩 因为从外面呢是体验不到的 可是我们进入到内部的时候 你就会要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惊叹了 好 为什么会把它建造成这样呢 就是许杰长老呢 他就说了一句话 他说灵世物质的美丽 能导致对神的理解 那么其实呢就是利用了美 当基督教人们对他的信仰的兴趣 会慢慢的减弱的时候 那么这个长老 许杰长老 他就利用了一个美的表达 然后来吸引人们重新信仰 所以说这对宗教的信仰 这个时候其实你有点模糊 你是对宗教信仰 你是对神信仰 还是对美在信仰 好 所以说他就说了这样一句话 然后包括下面他也说 他说阴暗的心灵通过物质接近真理 而且在看见光明时 阴暗的心灵就从过去的沉沦中复活 好 那我们说了这么多 我们来看一看 从内部我们看一下 我们刚才从外面看不到任何的色彩 可是呢 因为它是彩色的玻璃窗 所以说呢 从内部 当外面阳光非常非常好的时候 照射进来 我们看到的是五彩斑斓 是五彩斑斓 而且呢 在这样一些 这个彩色玻璃窗的镶嵌制作上呢 因为当时呢 其实是因为 制作玻璃的这个技术啊 不够高明 人们没有办法制作出纯净的玻璃 只能做出彩色的玻璃 所以这样呢 就正好利用 这个彩色的这个色彩 然后把它做成了 像类似于圣经故事的图案 但是许杰长老呢 非常聪明 如果说做得完全逼真和消的 像这个圣经故事的话 它其实缩较味有点浓 所以说呢 但是呢 一眼看上去呢 它也很像或者是隐喻了 某些圣经故事 就像把圣经图案化了 所以为什么我们前面说 叫傻子的圣经 因为大多数平民百姓都不识字 那么不识字的情况下 他们只能够在周末去到 这样的一个教堂 听牧师神父来讲解基督教教义 可是讲只是通过声音 对不对 好 如果讲得不太明白 正好讲着讲着说 就指着其中某幅图 大概就是这样的表达的 这样一个意思 好 但是呢 后来有人仔细琢磨了 这样的一些图案 就发现它是有点相似 但又不完全相似 因为呢 如果太相似 就有一种缩较的味道 所以这样呢 有时候缩较呢 又会引起人的反感 所以在这个图案的设计当中呢 其实可以说是煞费苦心 就是既相近呢 又不完全一样的 这样的一些故事的表达 好 所以说这样的 这样的一些彩色玻璃窗 或者说它形成的这些故事啊 或者等等 后来呢 人们就把它叫做 傻子的圣经 叫做傻子的圣经 然后我们大家可以看一下 像这些图案啊 或者说这样的一些彩色 那么当阳光非常灿烂的时候 当信徒们进入到 那么庞大的一个 基督教教堂的 这样一个内部空间时 那么他会感觉到 哇 那个地面上 我们说就像那个幻灯片的投影 然后地面上就是五彩斑斓 然后很多人呢 就会觉得 哇 这真的是神的居所 特别当时一般百姓呢 没有太多文化知识 他们会觉得哇 太向往 而且这个美丽 这个美好的这种色彩 其实真的可以起到 一个进化心灵的作用 所以许杰长老会 会说到这一句话 他说阴暗的心灵 可以从这个过去的沉沦 当中复活 在看见光明的时候 而且大家看一下 这样的一个 制作的这种工艺 会有制作出来的这个效果 它其实有没有一点 像我们小时候 在看那个万花筒啊 我们小时候在看那个万花筒 那种千变万化的颜色 会很吸引我们对吧 它为什么吸引我们 吸引我们在我们的自然界当中 我们没有办法看到 这样子的光线 这样子色彩绚烂的 这样的一种场景 好 所以当时的一般老百姓 进入到这样的教堂 这也不是他们在外面环境里 能够看到的 所以这个制造出来的 这样一个光影效果呢 非常的可以迷惑人 可以让人感受到一种 哇 我真的在这个美的状态下 在这个美丽的光线和色彩下 哎呀 这个心灵 这个灵魂真的就好像得到净化一样 好 所以许杰长老呢 在发明了这样一个彩色玻璃窗的 这样一个制作以后呢 就很多的教堂制作者们呢 他们就跑来跟许杰长老来学习 这个玻璃窗的 这样的一个制作方法 好 然后在这里呢 我还要提及了一个 因为我们这里能讲到的是 一个宗教艺术的欣赏 其实大家有时候 你们去到这个国外的一些 美术馆和博物馆 也有时候你可能可以看到 有一些这个玻璃窗 它可能不在那个教堂里面 是在美术馆里 也可能它是掉下来一块 然后在美术馆展出的时候 就把它做成了那种 像一个 背后像那个 有那个灯箱照射一样的 就做成这样子 这样的一种形式呢 去展出在这样的一个 这个美术馆里面 好 所以这个地方呢 就会讲到一个 关于宗教艺术的欣赏 因为宗教艺术啊 我们比较强调的是 我们更多的会强调 它就在它原地 比方说它在教堂里 你就要在教堂的这个空间里 在里面坐着 或者在里面去仰望和仰视 这样的一些艺术形式 那么你会受到的这样的一种 心灵的震撼会更强 好 这是在宗教艺术里面 就是我们一定要回到 它最早最开始发生的那个地方 所以这个地方呢 其实我要提及一个 比方在我们国家的敦煌 那么在敦煌 如果你有机会去看 这个敦煌石窟的那个壁画 其实我不太记得 我当时去的时候 是在第几个那个石窟啊 然后就有那个 就是当时的这个外国的 这样的一些 一些侵略者们来到中国 然后他们看到了东方 看到中国这么好的 这样一些绘画的 这样一些艺术作品 然后在有一个那个墙壁上 就是硬生生的切下来了一块 然后那一块现在就在国外的 某个美术馆和博物馆里放着 可是呢 如果你去到敦煌 你去看那个壁画 你去看整个石窟的那个壁画 你会发现 一个呢 你会看到它硬生生的 那一块方形就被切掉 其实我们内心是很气愤的 它那个不完整 它那个缺憾就在那个位置 而且还有一点 我们可以看一下 那个敦煌的那个壁画 因为敦煌呢 它处在一个沙漠的 这样一个地方 然后在很远古的那个时候 人们出行一趟 你不知道这一趟能不能回来 然后气候恶劣 交通工具 你要你去一个地方就会很远 所以说你去一个地方的时候 你这一次生命 你真的能不能完整的 就是这个存活下来 都很难 所以这样呢 就有很多的母亲啊 妻子啊 她就跑到那个敦煌壁画的那个地方 因为她上面画了很多的飞天啊 佛像啊等等 所以他们就会祈祷 会祷告 然后甚至祷告以后 他们会在那个墙壁的那个旁边去写 就希望谁谁谁能够平安归来 希望我的丈夫可以 就是为他们祈福 你会看到这样的文字 所以这样呢 如果说你不在这个敦煌壁画的那个石窟里面 你怎么可以感受到 当时人们所寄托在宗教的这个艺术里面 所感受寄托在里面的那些情感和感受呢 那么这个才是那个时候真正信仰带给你的力量 或者信仰带给你对别人的祝福 可是如果那一块硬生生的切下来 只剩了线条和色彩 然后摆到另外一个地方 甚至另外一个国家的美术馆里 你说她还有欣赏价值吗 她其实没有 所以这里呢 我们就会提到一个 对于在宗教艺术里的欣赏 我们如何欣赏它 我们欣赏的不只是线条 不只是色彩 也不仅仅是这个歌特教堂 这样一个很宏大的一个外形 高耸等等 其实我们当我们进入到这个歌特教堂的内部 你会内心受到的洗涤 然后你希望自己 可能过去的所有的这些不好的 负面的 曾经经历的挫折的这些东西 你希望都能够被净化 你希望这个信仰的 它可以给你力量 让你的心里可以鼓舞你 然后当你走出这个教堂以后 你可以继续你的生活 你是带着希望走出教堂的 所以说离开了这样的一个场所 你其实什么都没有 所以我们在面对这样的艺术的时候 我们真的是要感性的去体验 这些东西都不是理性的 我们用线条 用色彩 可以去分析的 好 这是我们今天呢 所讲到的关于 歌特式建筑 那么 鱼果形容 巴黎森母乐 简直是石头制造的波澜壮阔的交响乐 然后同样呢 歌德呢 也曾经说出了他的名言 说建筑是凌固的音乐 我们看这两句话 最后都成了对于建筑的一个最有名的 这样的一个论断 但是他们都出自于歌特艺术 都出自于歌特教堂 所以我们可以想见 歌特教堂在建筑艺术史上 它的地位有多么重要 所以不管是黑暗的中世纪也好 这样的一个 一个一个 一个 Dark Age也好 但是呢 它还是创造出了属于它自己的辉煌 就像我们说 黑暗中是有曙光的 而这个曙光 这个信仰也带给人们内心的支持和力量 好 这是今天呢 我们所讲到的 我们花了两节课的时间 来讲到关于古代歌特建筑 它的几个特点 然后由这个特点 其实引申出来的更多的 我希望我们同学们 真的是可以感性地 用你的身心去体验 这样的一个歌特教堂的伟大 好 今天呢 我们的课就到这里 但是下一堂课呢 其实我对它充满期待 因为下一堂课呢 我们会从古讲到经 也就是歌特这个单元 是我们唯一一个 从古代讲到现代的 这样的一个艺术形式 所以我们会下一堂课 从古代歌特 我们延伸到现代歌特 我们看看现代歌特 又有什么样的特点 好 谢谢大家 今天的课就到这里 Thank you Thank you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